人间修行路 探索持戒者与常人之间的不同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探索了境界法师所传授的持戒之道 持戒不仅是一种遵循佛教戒律的行为 而且是一种对内心妄想的警觉 通过持戒 人们能够在面对生活中的烦恼与诱惑时 激发内心的自我反省与抗拒恶念的能力 本视频旨在传播佛教教义 作为我们向佛菩萨奉献的法布师 如果您觉得此内容有益 请点赞 订阅并分享 共同参与这份法布师的行动 持戒的人有什么不同 什么是持戒呢 持戒就是一种警觉我们心念的功能 一种警觉的功能 我们这一念心跟外面的人是接触的时候 我们会起烦恼 我们会产生贪欲 会产生称慧 当你持戒的时候 你还是会起烦恼 但是在烦恼活动的时候 你会产生另外一种功能 一种自我警觉的功能 说不可以 我不能这样做 我们持戒的人内心有二种声音 一般人遇到染污的因缘 我们就去做了 因为我们抗拒不了烦恼 没办法的 你拿它没办法 它要你发脾气 你就发脾气 它要你产生贪欲 你只好产生贪欲 持戒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他在烦恼活动的时候 多了一个警觉的功能 它会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 我们在烦恼活动的时候 内心会发出一个声音 我不可以这样做 这个声音哪里来的呢 就是因为你得到了戒体 所以 一个受戒的人 跟一个没有受戒的人 最大的差别 就是当他烦恼活动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自我警觉的功能 这个警觉的功能 在戒律当中 从两个地方表现出来 第一个 是钱的防范 当一个染污的因缘 在诱惑你时 要按照你过去的老毛病 你一定会去做 但是受了戒以后 你会告诉自己 我不可以这样做 也就是说 这个戒体在事前叫做防飞止恶 它会对烦恼产生抗拒的力量 第二个 事后的反省 假设你控制不了 你还是去做了 这时候 戒体在事后 会产生一种增上惭愧 你会有惭愧心 产生自我反省 然后赶快寻求忏悔的方法 我们一般人要是没有受戒 做了错事 大概就一直错下去了 你一辈子就错下去 因为你不可能改变自己 所以 戒体对我们的内心产生两种力量 第一个 在事前的防飞止恶 减少过失 第二个 在事后我们会产生一种自我反省 当你内心当中产生了防飞止恶 跟增上惭愧的时候 我们的定义就是说 你内心当中已经开始持戒了 你开始持戒了 你的生命开始变化了 这个世界的基本定义 就是一种警觉的功能 为什么要培养这种警觉的功能呢 这以下解释它的道理 因为我们凡夫无始 截来有一个毛病 就是喜欢随顺妄想 去造很多的杀到淫妄的罪业 而且我们的念头一动 往往会跟邪恶的妄想相应 而很难去回归到我们的真如本性 从经典上的描述 我们内心有两种状态 一个是真实的状态 一个是妄想的状态 所以 我们每个人内心是一个真妄的和合体 你看我们的本质是真实的 清静的 和其自性 本质清静 但是我们表面的这个玻璃 镜子表面染了很多的灰尘 很多的妄想 而我们的起心动念 大部分会跟表层意识的妄想相应 因为它的力量太大 所以 你看我们一般人 要造善很不容易 因为你要跟你内心那种善良的心相应 很难 但是一个人要造恶 你不用鼓励 他自然就造恶 造善要鼓励的 因为造善比较困难 我们凡夫要造善是比较困难 造恶比较容易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状态 因为你的妄想是浮在表面上 而我们真实的善根是在内心的深处 所以我们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先刺激的 先活动的 是你表层的妄想 所以动于妄会 我们内心 从佛法的角度 我们造恶的倾向 大过造善的倾向 因为邪恶的力量是浮在表面 是以大圣 树界景心 不得堕望 还轮生死 佛陀就看到我们众生 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会先触动烦恼 然后才会产生善根 所以 我们必须要佛陀来制定戒法 来产生警觉的功能 才能够不再堕入邪恶的妄想 不再产生痛苦的生死果报 从这一段的定义 我们可以了解到 比如说 你一天当中都没有去造杀盗淫妄 你的身口意很清静 不表示你在持戒 不表示 你可能是圆缺不生 因为没有造恶的因缘来刺激你 所谓的持戒就是说 当有恶因缘在刺激你的时候 而你还能够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 产生一种对峙的力量 这才叫做持戒 所以我们对持戒的了解是 你内心遇到了妄想的活动 遇到了染污的诱惑 你还是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 这个才叫做持戒 这是基本定义 感谢您观看本期的人间修行录 通过了解和实践持戒的教义 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面对内心的烦恼 还学会了如何通过自我警觉与反省 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清静 愿以此法不失的功德 回向给我已故的母亲 请佛菩萨慈悲做主 超把我已故的母亲 令她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